前文在族的書接上一回, 話說蕭太后挑選了一員勇將叫做姜德, 幫韓賢秀鎮守天門鎮, 姜德的妹妹叫姜翠平, 這個女子真是厲害, 倫起本事, 就在姜德之上,不在姜德之下。 不一樣,她兩兄妹都是中原人, 所以蕭太后也曾這樣想, 她倆能不能為我們遼國效忠拼命呢? 為了收買籠絡他們, 蕭太后將姜翠平收為契女, 同時派她去天門鎮, 兩兄妹一同到鎮守袁武鎮, 姜翠平還是正鎮主, 姜德就做副鎮主, 有些聽眾會問, 現在姜德怎麼會突然來到這處呢? 因為何慶在龍頭峰殺了浩兵, 顏蓉在玉皇鎮就知道, 玉皇鎮是有雕斗的, 雕斗即是高一高的遼望哨, 他日夜派人要守住, 一見到青龍鎮被攻破了, 連亡打訊號, 叫袁武鎮副鎮主姜德去接應。 前面我們也說過, 天門鎮的108鎮是武鎮兔子鎮, 子鎮兔武鎮是牽一動百, 拉拉的耳朵是鼻歌都會動的, 袁武鎮離開青龍鎮最近, 中間隔了一個山脊, 所以姜德接了命令之後, 帶領軍兵很快就趕到來, 不遲不早, 剛好將惡性在鎮門口截住。 姜德不知道鎮裡面的情形, 他迎面遇見何慶, 這是自己人, 但見到何慶後面有宋將跟著, 不知道究竟什麼事, 他就問, 蘇棍馬, 你去哪兒啊? 你後面那些是什麼人啊? 我奉了軍師之命前來貪卿, 青龍鎮為什麼事, 火光衝天啊? 賀卿說, 那些火是我放的。 蛤? 蘇棍馬, 你為什麼要火燒青龍鎮啊? 你聽著, 我不是什麼蘇棍馬, 我乃是宋朝的子民, 失落藩邦一十八年, 今天我要回到應祖歸宗。 姜德聽了這番說話, 奇怪到極, 他問, 你不是蘇家的人, 那你是誰? 何慶一報名出來, 姜德就說, 哎, 棍馬, 你這事未必是真的, 你不要忘記, 你是郡馬尼波, 是大遼國的皇親啊! 你去到宋朝, 你有什麼好處啊? 你如果走了, 那你的妻子, 你的母親怎麼辦呢? 宋王是個溫君, 寵信奸臣楊賢超, 霸佔朝江, 害了我姜家滿滿! 我是個中原人, 和遼國無親無虎, 我都報蕭太后了, 你是郡馬, 何必要造反呢? 人國有志, 不用你說那麼多, 你快點放開頭腦, 放我和楊宗寶走, 就萬事皆憂, 不然, 我要你在我雙槍之下做鬼! 姜德說, 蘇賀兄, 你如果聽我勸, 我們還是一殿之神, 你如果造反歸宋, 我就不客氣了! 這個時候, 青龍鎮又有幾個遼將, 摔出來大聲喊, 老鎮主蘇天堡被何慶殺死了, 不要被何慶逃跑啊! 姜德聽了發火了, 何慶, 你這個亡恩負義的匹夫, 我要和蘇天堡保仇! 何慶不說那麼多, 中馬上前, 挺起雙槍就似, 姜德將金貝刀一橫, 接招迎戰, 何慶已經打了半天, 氣力不足, 打了幾個回合, 當兩馬相交的時候, 姜德反手一刀, 向何慶的後背斬過去, 何慶躲避不及, 大叫聲說, 我沒命了! 大刀眼看著要斬中, 姜德竟然手下留情, 因為她想, 不管何慶怎麼走都好, 她都是蕭天堡的女婿, 如果我現在殺了何慶, 日後蕭天堡問起我拿人, 我怎麼辦? 不如將她打落馬下, 生禽活足就好了, 所以她一轉刀鋒, 用刀背對著何慶的背部, 把她打下去, 姜德只用了三四呈力, 何慶頂不住, 哎呀, 一聲, 扔了雙槍, 痛到她跌了下馬, 這個時候, 遼兵道火湧上來, 要逐何慶, 楊宗寶和楊卿見到弊家伙, 立刻衝上去, 楊卿直著姜德, 楊宗寶把何慶搶救起來, 何慶幸幸運, 有護心鏡擋了一下, 如果不是那一刀背打下來, 連脊骨都打斷了, 不就算是這樣, 已經打到她吐了幾口血了, 姜德問楊卿, 來將報名受死, 我是邊關大將, 打虎太保楊卿, 姜德聽了咬牙切齒, 揮刀就劈, 楊卿舉棍接招, 兩個人拚拚拚拚拚拚打了五六個回合, 姜德趁著楊卿沒有防備, 左手在後背抽出一把飛刀, 對著楊卿面門在房間, 然後仰手著, 楊卿沒有提防暗氣, 今天就靈夜了, 那把飛刀插進她肩膀, 楊卿中了一刀, 抖了一抖, 抖起頭一看, 一手把飛刀摸出來, 飛刀打轉去, 姜德見到飛刀打過來, 一手接著她嘻嘻大笑, 楊卿, 怎樣啊? 這堂我要懶你的命! 楊卿見自己的傷又不是很重, 還想繼續打下去, 惡勝火滾, 高舉青龍掩月刀, 對著姜德左邊衝過去, 一刀一刀劈過去, 姜德放過楊卿, 就來大戰惡勝, 惡勝的外號叫做花刀仗, 刀招就變得快, 姜德想贏就不容易, 兩個人打了十幾個回合, 就不分勝負, 杜金鵝在旁邊說, 我們不要站在這裡看, 趁著現在衝出去先, 於是她帶領大家向外衝, 這陣子的遼兵圍上來了, 撒時間就展開一場混戰, 這邊一亂, 姜德就著急了, 他怕何慶他們走掉了, 他又想用暗氣傷人了, 當時他的馬和惡勝的馬, 剛剛一東一西兩邊錯開, 背對背, 姜德在馬安橋上掛起大刀, 一禮手抽出兩把飛刀, 猛一回頭大叫一聲, 看刀, 兩把飛刀飛過去, 惡勝嚇了一跳, 來個西牛望遠, 用大刀去擋, 擋了一把, 第二把擋不到了, 插在鎖骨下面, 哎呀, 好痛啊, 咦? 但是斬眼間傷口又不痛了, 即是覺得鼻的, 惡勝知道了, 你這把毒藥飛刀, 不能夠拔, 拔了出來, 毒藥發作得更快, 他喊了一聲, 拔馬就走, 姜德在看, 就將他跌在地上的飛刀, 撿回來, 接著就去追惡勝, 追惡勝不止是想殺惡勝, 他還想拿回飛刀, 這時候, 杜金鵝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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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蕭艷秋被遼兵圍住, 杜夫人, 杜金鵝嚇到哭, 蕭艷秋手軟腳軟, 眼看著他三個人都會被遼兵捉住, 就在危急的時候, 只見一飆人馬好像飛一樣趕到來, 打著大宋旗號, 只聽見有人高聲大叫, 吳西方, 穆元帥到了, 一聽見穆元帥到, 姜德連亡勒馬橫刀準備迎戰, 撒時間, 穆桂英帶著一隊女兵, 旋風般衝到來, 姜德大喝了一聲, 看, 這位女將軍, 是不是穆元帥啊? 沒錯, 本帥就是穆桂英, 啊? 穆元帥, 聽說你獻航龍木頭, 奔頌軍, 剛好掛刃為水, 就破了鬼魂鎮, 刀劈白天龍, 箭射洪桂山, 活足王子靈, 今天又來打青龍鎮, 哈哈, 我要領教你這位穆元帥啊, 你預著我, 算你賭魂啊, 快點下馬獸榜啊, 穆桂英微微冷笑, 你叫做什麼名, 我乃是元武鎮鎮主, 姜德就是我, 姜德, 看你的外表都幾英雄, 聽你說話, 像是中原人啊, 沒錯, 既然你是中原人, 為什麼又要背叛祖先, 為遼國效力呢? 遼國無緣無故侵犯大宋邊境, 又擺落天門陣, 傷害生靈, 天怒人怨, 你就反親為仇, 助奏為虐, 你真是不知道人間有羞恥兩個字, 皮, 木桂英, 我和宋朝有血海的深仇, 那個昏君寵信楊延超, 無辜殺了我全家老少, 我和你們是不共戒天之仇啊, 啊? 楊家和你們有什麼過不去, 麻煩你將說話說清楚, 沒有時間和你說, 你儘管放馬過來, 讓我靈教一下你的刀法, 姜德, 我再問你一句, 楊家和你們究竟有什麼恩怨? 不用囉嗦, 看刀! 姜德舉起大撼刀, 對著木桂英衝過去, 森林柴桿就說, 殺雞煙用牛刀, 完碎你休息一陣, 讓我們劏了這個逆賊, 兩個人同時衝上去, 雙賤將得, 木桂英圈轉馬來到岳姓身邊, 他問, 岳將軍, 你的雙怎麼樣? 我, 我中了毒藥飛刀, 現在半身都麻木, 到今我跟著過來, 將何慶歸航的事告訴木桂英, 木桂英很歡喜, 他說, 等到得勝回應, 再跟他們全家慶功, 惡勝又說, 木桂英, 不要亂戰, 先回應為妙, 木桂英咬頭, 他全力說, 楊忠寶, 保護何慶一家, 準備退兵, 在這個時候, 岑林柴冠軍不是姜德席手, 打輸了回來, 八者九妹見到, 若若玉士想出馬, 木桂英想, 岳勝和楊兄那麼高本領, 都敗在姜德手下, 但他更加不行了, 於是他就說, 仲偉將軍, 和本帥壓著陣腳, 等我親自去打陣, 港元就吹馬上前, 木桂英見到姜德, 又追問他和楊家, 究竟有什麼仇恨, 但是姜德不說, 大刀一揮, 呼呼呼呼, 連氣就三刀, 木桂英火起, 這個家伙這麼目中無人, 打就打, 兩個打了二十幾個回合, 分不出高低上下, 楊門女將今天真是服, 不, 看他木桂英平時溫文以鴨, 打起將來, 厲害不得了, 真是勇冠三軍, 難怪楊宗寶三請木桂英, 八請都值, 姜德自己以為, 能夠打遍天下無敵手, 想不到今天, 遇到勁敵木桂英, 姜德忽然間用大刀一擺, 勒轉碼頭, 他說, 木桂英, 又膽就追來了, 說完, 就跑去了, 但他不是真的落荒而走, 他只是在戰場上鬥圈, 木桂英見到他這樣,明白了, 又要出暗氣了, 不怕他, 追, 姜德見到木桂英追來, 一伸手, 在背後抽出三把飛刀, 他一邊跑, 一邊計算著木桂英離自己的距離, 估計差不多夠步數了, 他猛一回頭, 一側伸, 三把飛刀先後出手, 只見三道寒光, 直射木桂英, 木桂英一路追著姜德, 他早就留神, 現在見到姜德的肩膀一動, 知道有暗氣出來, 定眼一看, 見到三道寒光對著自己飛過來, 第一, 第二把是打自己的左右兩面小掩, 左一朵右一閃, 兩把飛刀打空了, 第三把對著面門來的, 木桂英將刀頭一錄, 只聽見框一聲, 打正在刀背上, 啪, 這樣掉落地, 姜德大氣一驚, 哇, 這個人厲害, 竟然避了三把飛刀, 他想再發飛刀, 但是捨不得, 他總共只有六把飛刀, 已經飛了三把出去, 岳仙在身上還帶著一把, 現在只剩下兩把飛刀, 連王吹馬過, 想撿回飛刀, 木桂英看出巨龍野, 大賭一舉, 吹馬過去攔著姜德, 兩個人又打起來, 飛刀都不忠用那些遼兵遼將怕了, 宋兵就哇, 沖殺上來, 打到那些遼兵紛紛後退, 軍心一散, 姜德亦怕, 他倒拖大刀, 就向著元武陣裡面跑, 他一邊跑一邊叫, 木桂英, 你有本事就進陣了, 木桂英沒有理他, 下令明金收兵, 回到邊關的途中, 走了沒多遠, 楊興惡勝就昏迷不醒, 木桂英率領人馬回到邊關, 楊六郎, 老太軍他們得到消息的連王出來迎接, 岳勝楊興自然有人抬去後仗, 何家幾個人拜見八賢王, 何慶貴在地下哭著說, 王爺, 最臣十八年來認賊作父, 長大之後又為虎作槍, 多蒙重將官解救, 今天才脫離虎口, 是我連累了岳將軍他們受了重傷, 真是罪該萬死, 道夫人和蕭艷秋亦一不成聲, 八賢王說, 何將軍, 尚言話不知者不罪, 你能夠翻言醒悟, 又返出青龍陣, 已經立了大功, 道夫人教子成才, 提夫報仇, 可謂賢妻良母, 蕭艷秋大義滅親, 伸張正義, 是為賢孝的女子令人欣賠, 我要寫道奏章, 奏明皇上各行奉上, 現在何將軍你受了傷, 要好好休養, 明天就送你們回去京城, 何將軍傷好之後再回迎聽令, 何慶他們三個多謝八賢王, 第二天就回京城去天波府, 這些就不說他們了, 再說八賢王和楊賢超, 扣准孟良招贈他們, 去後將探望惡姓和楊卿, 去到那裡一看, 見到帳篷裡面已經逼滿人, 老太君和眾女將陷在那裡, 他們見到八賢王來到, 就輕手輕腳地退了出去, 惡姓躺在床上, 臉色又青又黑, 口和眼睛都閉得緊緊, 飛刀還插在身上, 還未能拔下來, 楊卿受傷的肩膀流出黃水, 惡姓和楊卿相勢嚴重, 性命危在彈直, 欲知後事如何, 且聽下回分解。